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背景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中国衣裳第十四季时尚新装 战国时期 楚国有一位著名历史人物屈原 他在作品《涉江》当中开篇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 鱼又好此其福兮 年纪老而不衰 说我从小就喜欢穿奇特的服装 即使是年纪大了 这种爱好也没有改变 所以从这句话里头 我们对他的认识又多了一份质感 他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爱国诗人 同时他也是一位祈福的爱好者 那么屈原的这个祈福到底祈在哪呢 首先啊 第一起就是高度 屈原在作品《离骚》当中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叫 高于观之极极兮 长于配之路里 这句话的前半句啊 他说 我啊 戴着高高的帽子 这个帽子高到什么程度呢 极极兮 就是快要倒下来了 可见屈原的帽子的高度 肯定是非同寻常的 在这个古代我们知道 这个官员代官啊 一般来讲是有这个制度要求的 但是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 这个区分的没有那么细致 也没有那么严格 尤其呢 这个楚国啊 它是一个鉴阅了州里的国家 所以呢 屈原这样戴帽子的话呢 那么可能也没有人呢 真正的限制他 那么很显然 帽子越高 这个人呢 越显眼 同时呢 帽子越高 那就表示这个人呢 境界越高 那屈原为什么那么强调 自己的高度呢 这个呢 就跟他的自我判断 有很大的关系 他在作品当中啊 曾经讲到过 说我呀 本是五帝之一 高阳氏 也就是专需帝的后代 这个身份厉害吧 人家身体里流的是帝王的血液 而接下来呢 他又讲了 我父亲是谁 我出生在一个好时辰 我父亲呢 给我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等把这些都讲完以后 他说了 分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他说我呀 本身天生就有这么多美智 同时呢 我又特别注重后天的修炼 所以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修炼 这俩呢 结合到一起了 因此呢 屈原的的确确 是值得仰视 至少呢 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 第二期 那就是美丽 他的作品当中呢 还有这样一句话 这个就是把这个荷叶 用它来呢 做衣服 把这个芙蓉花呀 连起来 用它来做下面的围曲 当然这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就是荷叶也好 芙蓉花也好 都不可能单独的作为服装的面料 那么很有可能呢 是用荷叶或者芙蓉花 把它作为装饰啊 缝在衣服上 那么咱们中国古代啊 这个男人身上呢 穿戴有花纹的面料 这个呢 不奇怪 并且呢 早期的时候 这个男女之间的服装款式啊 差别也没那么明显 所以呢 身上有花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 屈原的不同在哪呢 它是用花草来装饰自己 这个呢 就有它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它之所以这样做 那就是出于它对美的热衷 它对美的这种热衷呢 当然会影响它对服装的美的追求 也会呢 影响它对诗歌的创作 还会影响到它的政治主张 它就给自己的政治主张 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美政 那么第三期啊 就是芳香 说这个高度和美丽 你可以不看 但是呢 这个香味啊 你没法不闻 所以呢 它在这个地方 也下了功夫 那么这个功夫下在哪呢 前面我们说了 帽子上 衣服上 它都下了功夫了 那接下来的功夫 要下在配饰上 护江梨与辟纸细 任秋兰以为配 这个江梨和辟纸啊 都是香草 秋兰是一种兰草 说我用这些香草呢 把它做成披肩 披在身上 我用这个兰花 穿起来做成索配 挂在身上 那么它为什么 要用这些香草 来装饰自己呢 显然是想 叫对方 闻到自己的芳香 那么它为什么 希望对方 闻到他的芳香呢 当然是希望 得到赞许了 而这种赞许啊 对七语元的意义 非常之重大 对方赞许自己 那进而认同自己 所以呢 它才能够 更好的 推行它的美政 所以呢 赞许会成为 屈元创作诗歌的力量 会成为它 推行美政的力量 也是会成为它 这个人 自我完善的 一种力量 那么屈元的 这种努力 能不能收到 理想的效果呢 我们说啊 理想很丰满 但是现实很骨感 屈元啊 喜欢这些美好的东西 屈元呢 注意呢 修炼自己 约束自己 但是呢 国军并不一定买账 所以呢 屈元就在作品里的讲了 说他早晨 遭到了国军的训斥 而晚上呢 又被罢了官 那么国军不买账 也没关系啊 咱们不是为了老百姓吗 那么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屈元又在自己的作品里头 说了这样一句话 意味深藏 他说 民生各有所乐系 于独号修以为常 民生啊 老百姓啊 他们的生活当中 都各有各的乐趣 只有我呢 喜欢修行美德 并且呢 一直坚持 可见呢 当时的老百姓 对屈元 并没有像后来啊 端午节那样 怀着一种敬仰之心 而是呢 表现得很漠然 说的简单一些 说的直白一些 就是也不买账 所以呢 屈元就陷入了 真正的孤独 那么这个孤独之中 屈元又是怎么做的呢 屈元也需要 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啊 他说 虽体解 无忧未辨析 其于心之可成 说虽然是粉身碎骨啊 我也不会改变初心 那么你们打击一下 对我来讲呢 不会影响到我的态度 大概呢 是这样一个意思 说屈元那个时候 没有心灵鸡汤 但是呢 其实他也懂得 那么自我安慰 自我疗伤 但是最终呢 屈元的力量 实在是太担保 孤军奋战 所以呢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他彻底的失望 因此啊 在离骚的最后 他发出了 这样一种感叹 他说 已已在 国无人 莫我知习 又何怀乎孤独 即莫足为美政习 无将从彭贤之所拒 说算了吧 楚国呀 没有我的知音 我又有什么留恋呢 既然不能够一起来推行美政 那我干脆就追随彭贤而去 彭贤是谁呢 商代的贤大夫 一名贤臣 见其君不听 自投水而死 所以啊 屈元的最后一句啊 其实呢 也就讲明白了 他自己的解决之道 那么屈元穿奇装一服 从世俗的角度看 可能会对他有误解 但是呢 后来出了一位司马迁 司马迁呢 可以说是他的知音 司马迁在写到他的时候 有一句点评 直指本质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其智节 故其成物忘 说屈元为什么 那么喜欢美好的东西 为什么经常在拿这些美好的东西 来比喻自己呢 那是因为啊 他怀有高尚纯洁之志 所以呢 我想 屈元虽然不知道 后世啊 还有一个司马迁 但是呢 如果他在天有灵的话 他也会感到欣慰 在司马迁的这句话里头 提到了两个字 就是智和物 关于这两个字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很多内容 不过呢 把它如果讲到服装 那我们认为呢 这两个字恰恰也表达了服装的两大基本要素 就是智和物 这个智啊 是内涵 物呢 是外言 智是意义 物呢 是形式 智是情感 物是表达 所以 屈元啊 他 其智节 所以其物方 那么呢 在他的身上 智和物 相统一 那形成了他 独特的风格 也就成就了他 卓尔不群的 独特的美感 历史上 每个朝代 都有自己的服装特点 而每个朝代 也都会有 奇装异服的出现 屈元的奇装异服 在他那个时代 还只是个别现象 但是在历史上 有一个时代 竟然以盛行奇装异服 为典型特征 这个时代 就是魏晋 那么即使是在魏晋 这个奇装异服也好 其他服装也好 其实呢 他也都有 智和物 统一的问题 但是呢 人各有智啊 有的人 他关注精神 有的人呢 就关注物质 有的人呢 重视这个思想 有的人呢 当然就重视肉体 所以啊 在这个魏晋时期 那么呢 整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原因 由于思想的变化的原因 那这个时候呢 呈现出这个服装 那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他的奇装异服 也不只是一种 比如说 第一种 在魏晋时期啊 有一种打扮 叫粗服乱头 那么著名的竹林七贤 他们的打扮呢 就是典型的粗服乱头 竹林七贤啊 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物 晋朝的 这些名士 比如说 阮吉吉康 还有山涛 等等等等 一共七位 这七位呢 都是大文化人 他们经常啊 聚集在一起 在竹林里边 一边喝酒 一边高谈阔路 所以呢 别人管他们叫 竹林七贤 这个屈原呢 是因为参与了政治 最后彻底失望了 而这群人呢 压根不屑于参与政治 所以啊 他们穿的服装上 也表现出来 这种不入俗流 不合常规的怪异 我们呢 来看一看 这几幅画 这上画的都是 竹林七贤 那么看一看 这些人呢 在竹林里头 有的人弹琴 有的人饮酒 脸上的表情呢 看起来 还是挺悠然自得的 甚至呢 有的人呢 还微有罪态 但是看看他们的打扮 你看 这中间呢 就有人 梳着像小女孩 一样的羊角脊 有的人呢 头上虽然裹着头巾 但是裹得相当草率 这个大部分人呢 都是坦着胸的 吃着足的 说实在的 他们这种打扮 即使在今天看起来 也不太容易接受吧 文化人呢 而且还是文化名人 怎么会打扮得这么随意呢 那在当时那个社会 更是惊世骇俗 所以呢 很多人对他们深恶痛绝 但是这帮人 全然不理你这些看法 他们依然呢 我行我素 表现出一种放荡不羁的状态 那么当然魏晋明是这种放荡不羁啊 这个不仅仅是竹林其贤 就连我们熟知的书圣王羲之 还也有这一面 所以他当时生活的时候 朝廷的太尉叫切剑 这个切剑啊 想找一个女婿 想嫁女儿 那么找谁呢 他就叫门生啊 去王岛家看看 有没有合适 王岛呢 也是晋朝的重臣 刘雨昕啊 著名的诗句 说旧时王谢唐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里的这个王 就是指的他 那么王岛听说 太尉要到自己家里选女婿 心里当然很高兴了 就带着这个门生 去看一看自己的子弟们 结果那个人回去以后 对切剑说了 说老王家的子弟们 都很优秀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听说我去了 他们呢 都故作姿态 拿今天的话说 就是有点装 不太自然 不过有一个人呢 这个人很奇怪 他呀 半躺在东床之上 坦露着肚皮 在那自己自顾自的吃东西 仿佛根本不知道 我要去这回事一样 切剑听完了以后 说这个人 就是我理想的女婿 于是呢 就把这个女儿啊 嫁给了坦富东床的 王羲之了 有人说啊 这个魏晋 明氏啊 是垮掉的一代 也有人说呢 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但不管是如何评价他们的 总之呢 提到魏晋 明氏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起一个词 叫魏晋 风度 那么魏晋风度的背后是什么呢 魏晋时期啊 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混乱时期 那个时候 我们看 这个魏取代了汉 晋又取代了魏 接下来呢 八王之乱 五胡乱华 总之啊 这个社会动荡 风云人物啊 星刻之间就可以灰飞烟灭 所以呢 作为生命个体的人 当时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 仿佛啊 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 没有长久的意义 那既然没有长久的意义 那坚守这些礼教 守这些规矩干嘛 所以呢 人们就开始 不按照理智的规定 穿衣戴帽 因此呢 服装上就显示的很随意 那么当时呢 很有意思的是 之前本来互相排斥的 这个如道两家 在这个时期呢 开始出现了互补调和的状态 形成了玄学 而魏晋明氏啊 就是刚才这个竹林七贤啊 他们在一起天天高谈 扩论论什么呢 主要是谈论玄学 在比啊 思想境界 谁看问题更透彻 更深邃 所以如果说啊 这个屈原 叫旗智杰 那么魏晋明氏呢 就可以说是旗智玄 那既然都是比这个思想境界 那服装当然是越简单越好了 那服装过于讲究 它会影响对一个人的判断 那么会影响他的思想高度的 中国有一句话叫反谱归真 那实际上呢 跟这个追求这个智玄 这个呢 应该说是有联系的 那当然了 在魏晋时期 尽管呢 大家都喜欢谈论玄学 但是这件事 可不是谁都能谈得了的 懂不懂啊 有没有那个水平啊 即使有水平 能不能够跟竹林七贤 谈到一个高度上 所以这个是大部分不行 那么既然我们谈不了 那么内在的思想 那就会有人追求 最为外在的人体之美 其实关注人体美啊 这本来是人的本能 但是呢 由于我们中国传统思想 这个道家也好 儒家也好 他们的影响呢 这个人体啊 是要让位给天地 就是人本身啊 是要让位给天地 并且受礼教的约束的 所以大家开始呢 对这个问题啊 很少进行讨论 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啊 这个人啊 关注人体美的热情 就迸发出来了 所以当时的妆容呢 就朝着这个方面 很多人做了努力 因此呢 这个服装的华丽 面容的美丽 就成了当时的一个主要追求 我们看一看 在这个魏晋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曹操 这个曹操啊 这个衣服怎么穿呢 说他 批服清销 身自配小囊 以成手筋细物 实破冠恰冒一见地 曹操啊 当时啊 身披青纱 而且呢 还拿了个小包 这个包里头啊 装点手帕呀 细小的东西 我们很难想象 这样一位乱世奸雄啊 居然还有如此细腻的一面 那么有了这样的父亲 他的儿子怎么样呢 我们再看 时天暑热 直因乎长从取水 自早起 复分 说是当时啊 朝职要见客人 结果呢 因为天热 所以呢 他就叫手下人 给他打水过来 那么洗一下澡 然后呢 副粉 粉面出镜 那么曹操的 孙子 曹瑞又如何呢 我们再看一看 说 魏明帝 着绣帽 披 瓢丸半绣 常以见 直臣养腐 见曰 此里合法福也 帝默然 魏明帝曹瑞啊 他呀 经常戴着绣了花的帽子 穿着这个 淡青色的 半绣的 这个丝绸的服装 去见这个大臣杨斧 那杨斧这个人呢 嘴比较直 那就给他提一件了 说你这个又符合 礼法的哪一条呢 魏明帝呢 达不上来 那就不说话了 所以有了这样的开头呢 那当然 后来的进 向下延续这种风气 也就是自然而然 在今天 奇装一服多带有贬义 只比一般人 衣着饰养特异的服装 那么历史上的奇装一服 有着哪些特别的含义呢 奇装一服 在历史上呢 主要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就是僭越之服 也就是那些 违反了朝廷颁布的 服装规定的那样的服装 比如说 下级穿了上级的服装 或者是穿了 明令禁止的服装 那这都是僭越之服 那第二种呢 奇特之服 就是虽然啊 看起来没有违背 这些制度法令 但是呢 它与主流的审美相冲突了 而这个主流审美是怎么来的呢 当然是经过长期以来 被大多数人接受认同的 那么这种东西呢 其实也就相当于 我们传统的服装习俗 我们知道 传统的服装习俗 它会随时间的这个推移呢 有可能产生审美疲劳 所以人们呢 在一段时间以后 从内袭里头啊 就会渴望 丰富 或者是变化 而这一丰富 一变化呢 往往可能 就会出现 奇装义服了 那么在古代 穿这个奇装义服 首先肯定是会 遭到社会舆论谴责的 那弄不好 还有可能掉脑袋 在礼记王制当中 就有一句话 叫做义服者杀 可见够狠吧 那比如说 在春秋时期 郑国 郑文公啊 他的儿子子藏 这个人呢 喜欢带御官 这个御呢 就是成语 御棒相争 鱼翁得利的那个御 是那种鸟 御官呢 就是用这种鸟的羽毛 做的官帽 那其实戴个帽子 有什么了不起啊 但是呢 郑文公最后 派人去把自己的亲儿子 给杀掉 那再比如啊 曹操 我们刚才讲了 说呢 他对服装是很讲究的 他在讲究服装的同时呢 其实他这个人 又特别注意节俭 所以这个曹操 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 同时呢 他也要求自己家的子女们 不得奢华铺张 但是呢 有那么一次 他的儿媳妇 也就是曹操的夫人 穿了漂亮衣服 被曹操看见了 看见以后 就以违背这个制度 违背法制为名 把他杀掉 执妻衣袖 太祖登台见之 以为致命 管家赐死 当然后来人啊 关于曹操 为什么要杀 曹操的这个夫人 有很多分析了 但是不管你分析出来 多少条原因 总之呢 名义上 是因为他穿了 违背规定的 这样的服装 那么古人 为什么那么在意 齐装一服的问题呢 除了这个统治 和风化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古人 比我们今天迷信 他们认为啊 这个服装的变化 是跟天术连在一起的 并且呢 给齐装一服 起了一个非常迷信的名字 叫扶妖 也就是说 只要一有扶妖出现 就意味着 可能有灾难降临 所以这种事情的话 那么怎么样 曹廷要密切注意 那么当呢 后边发生灾难的时候 总要回头去看 之前曾经出过什么预兆 比如说 这有两件事 南宋大将 爱国将领岳飞啊 在这个他的词 著名的一首词啊 满江红当初 就说了一句话叫 靖康尺由魏雪 陈子恨何时命 那么靖康尺这件事 后来呢 就有人把他跟扶妖 联系在了一起 靖康尺呢 又叫靖康之祸 靖康之乱 靖康之难 我们看祸乱难 很显然什么 是一个很坏的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这件事呢 它发生在北宋 宋亲中年间 这个年号当时呢 叫靖康 因此得命 说是靖康年间啊 这个金人 攻破了当时的东京汴梁 俘虏了宋徽宗 宋亲宗 还俘虏了大批的 赵氏皇族后宫嫔妃 以及大臣 艺人 工匠 还有百姓 那压戒着一大群人呢 北上 同时呢 还把宋朝的这个国库 里边的所有的奇珍异宝 全部奇结异空啊 金人所到之处 可谓生灵涂炭 所以这种沉重的灾难 就给宋人的心里头 留下了一道 难以议和的伤口 那么后来呢 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文学家陆尤 就把他跟服装的潮流 连在了一起 他在老学安笔记当中 讲了一件事 说当时啊 这个京城的女子们 喜欢穿一种服装 这种服装呢 他的头饰啊 上面 这个都是按照季节而变化 并且身上的这个图案 有桃花 荷花 菊花 梅花 所以这样下来以后呢 恰好就构成了一年的光景 所以这种服装呢 称为一年景 而靖康纪远 国之一年 盖服妖业 说靖康这个年号啊 仅仅用了一年 什么原因啊 因为之前有服妖出现 显然我们今天看来的话 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 当时两宋时期 金兵呢 经常侵略 所以那个时候呢 国家是动荡不安的 那世事多变 当然老百姓心态不稳 那心一乱 服装怎么样 就可能呈现一些乱象 他跟妖魔鬼怪呢 没什么关系 那之所以呢 朝廷指责服妖 从积极的角度说 是想这个优化社会风气 消极一点说 其实就是找借口 推卸责任 那么第二件事 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朋友 知道金庸先生 那写的武侠故事里头 有一个大帮叫丐帮 里边呢 有红旗公啊 黄荣啊 这两个人写的 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很多人 都是他们的粉丝 那但是呢 如果说现在想让谁 打扮成丐帮当中 乌一派的样子 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吧 但是你很难想象 在清朝的末期 王公贵族的子弟 就流行穿乞丐装 近代有一个文人叫李孟福 他呢 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当时呢 来了北京 就看上街上 有一个人在那儿乞讨 这个人呢 面色离黑 就是黑里透黄啊 坦息赤足 坦裸着胸 光着脚 下身呢 只穿一条独逼鲲 就是司马向儒 穿的那种大裤衩 而且这个独逼鲲呢 又脏又破 几乎无法遮羞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呢 他的身边呢 还有很多随从 并且随从当中啊 居然还有戴三品官 帽的人 所以李孟福呢 就在旁边观察 后来这个人玩够了 别人给他端来一盆水 一洗脸 露出面白如玉的本色 结果一打听 这位呢 是某王府的贝勒 后来这个李孟福就问朋友 朋友告诉他 说是这种啊 就是霉灰这个图面的 这种乞丐装扮呢 在京城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 再后来呀 庚子自乱 李孟福老先生就想起来了 哦 说原来看见的这个乞丐装 它其实是一种扶妖 是神州路臣之兆 其实呢 李孟福这个说法没有错 这的的确确是 清朝即将覆没的征兆 但是跟妖魔鬼怪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啊 一个头脑清醒的人 碰见这种问题呢 要去找他的深层原因 而不是要把他引向迷信 可以想一想啊 当时这个王公贵族的子弟啊 养尊处优 仅于一时 那舒服到什么程度了 这一群啊 舒服的都受不了的人了 你还能指望他去搞经济建设 你还能指望他去保卫国家 所以呢 他们呢 这种表现完完全全是什么 是在寻求另外一种刺激 中国是礼仪之邦 服饰制度是礼仪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古代 历来都是福分等级 士分尊卑 而奇装异福 往往被视为国家 或个人凶邪的象征 如扶妖之说 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既然如此 历史上为什么还是不断有新的 奇装异福出现呢 请继续收看 那奇装异福的出现 往往会首先遭到诟病 但是呢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很多时尚 其实就是从奇装异福开始的 莲花大师在竹窗随笔当中啊 讲了这么一段话 这里头讲到的这个时尚一词啊 跟我们今天的意义 就完全相通了 他说 今一一一冒 一气一物 一字一语 种种所作所为 凡 唱字一人 群起而随之 为之时尚 看了这句话 我就想起来 咱们现在的很多网络词汇 热门词汇 其实这个跟他产生的这个方式 是一模一样 他说啊 这个时尚 最开始呢 都是一个人的事 这一个人呢 突然之间啊 想了一个什么点子 说了一句话 或者是呢 出了一个新的服装款式 结果呢 一不小心他做对了 他就触碰到了 很多人内心当中的那个敏感的神经 于是呢 很多人纷纷效仿 这样呢 就成为了时尚 我们现代的人啊 这个生活的呢 比较理性了 也比较包容 同时呢 也更喜欢追求多彩的生活 所以呢 对齐装一服 已经没有那么的大的成见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因为 我们今天理性了 包容了 我们就否定祖先啊 就说 他们当时对服装进行管制 是压制人性 这样说的话呢 也是不客观的 也是比较武断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祖先啊 在他们那个时代啊 他会面临着他们的问题 比如说 第一 古代啊 既没有报纸 也没有电视网络 那么官员到底长什么样子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当时的康熙啊 当时的乾隆啊 才可以微服私访啊 老百姓认不出来吗 不知道 那么官员的样子 老百姓不知道 那出去以后 他要执行公务 怎么才能够 说明他的身份呢 所以呢 他必然会有一些 标志性的东西 比如说 有多少护卫啊 插什么旗 坐什么车 穿什么服装 这个都是他的标志 这样的话 才能做到政令长通 并且这种标志的东西呢 还不能弄得太便宜 门槛太低 如果门槛太低的话呢 那别有用心的人 就很容易模仿 所以会造成混乱 那么第二呢 古代国家之间战争频发案 所以这个服装呢 其实它恰恰呢 跟一个民族 或者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相关 我们想一下 比如说契丹人打过来 那你往哪里跑啊 你肯定应该往 跟你穿同样的服装的 这个人群里去跑啊 这样大伙才能联起手来 共同对敌啊 如果大家的服装都混穿 我们且不说 穿谁的服装 可能就会喜欢谁的文化 那么高端的问题 仅仅是在作战当中 你就敌友难分 这岂不是很麻烦 所以啊 这个古代人 他们当时呢 出了这些制度 用这样的办法呢 来管理 当时呢 也是有道理的 那么传统呢 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 就是因为呢 它曾经 适用于我们的生活 它曾经呢 对我们的帮助 是巨大的 奇装异服的出现 其实是人心变化的信号 而时尚的背后呢 往往有无数的热心的人的支持 所以呢 时尚 是我们了解人心的一把钥匙 懂时尚 就是懂人心 今天这集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集的内容 我们两次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